Hello 大家好 又出来摆摊了 今天我本来计划是先到小学门口摆 再去高中门口摆 什么原因呢 因为昨天在高中那边摆 营业额确实不高 就卖了一百多块钱 我想可能是快周末了 大家身上的钱也花的差不多了 所以说今天就想先到小学那边摆了 以后再去高中那边摆 结果到小学门口那边一万 人家到五点多才放学 再赶去高中的话肯定是来不及的 所以说我就先来这边先过斗一下 等高中那边放学以后 不是放学以后 快放学的时候再赶过去 刚刚我一个县城的老乡 我给我那个老表正在打电话 他听出我的口音了 他说你是麻养的是吧 我说是 马上来照顾我的生意 买了八块钱的东西 给我开了个账 准备端厂了 这边卖了五十块钱 这丸子放这边来 那边太远了人家货好看 这边方便 他说是下班 我说是用十四个三花货 哪一百七 一百七十块钱 一百七十块钱 二十块钱 一块钱 那就是一百九 一百九 刚才那个手机上面是一百四十一 一百四十一 后面有个九块 那就是一百五 一百五 三百二 三百二又买了两个四块 一个八块 十六块 三百三十六 这个网友大哥记账比较清楚 他记得清清楚这种我都记不住 目前为止的话一共是卖了三百四十块钱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整瘦 这个方法 吃一点吧 吃一个 尝一扣住 这个猴子不行 拿着签子吃个扣住 梅菜扣住 雷辣椒 葡萄丝 肚子有点饿 实际上来不及了 我要去吃饭 让王爷大哥帮我揍饰一下 吃完饭马上就走了 不然来不及了 还有很尝 好好吃 吃饭吧 好 五块 好 来 对对对 来一块 六块 6块钱这么一盆 嗯 这 快一点 那一个多 7 8 良心上价 你看10块钱这么多 我哪一圈10块钱买这么多 就是吗 那我们试着买东西的 不知道我们是打个打个摩托 哈哈 这都是别话 要不要辣椒 嗯 加不死就往死里加 尽量加死去 刚好 拿破了不状况啊 往下往他先踏实了 啊 哈哈 没事再多加一点 好了 知道吗 母后面的那边的 你说要不要带哪里去 嘿嘿 从家我吃了 今天我有痛度时间 今天我 哎呦 我太好了要打个 吃了行吗 吃了 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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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走 我啦 来 吃吧 好的 让你吃 给 知道我们是 不让我们打工搞什么 不是打工搞 吃吧 多加点辣椒 多加点辣椒是吧 嗯 加辣椒 我师弟家 你吃得好吃吗 跟来 吃不吃 吃不吃 就我会吃得实 不吃 吃不吃 你们有的许客啊 走吧 今天卖的差不多了啊 还剩一根面筋 这个海带今天做多了 我一门门门 卖面筋的 给了一根烤面筋吃 味道不一样 吃完就说中了 只能卖成这样 越到后面越难卖 因为你的品种少了 人家看一下没几样东西 人家就不买 出工